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仰为我又是什么 西加三十八世是孕育我信仰种子的地方 我跟着学姐们去参加基督生活营 干信营 听道理 慢慢的这颗信仰的种子渐渐坚实成长 在大二的圣诞节 因着天主的慈爱 我领受洗礼 成为了天主大家庭的一份子 这份美好的礼物 我何得何能 竟与大家分享天主的爱 让我最感恩的是沈东白神父和蔡英语修女 之外 当时教我西洋文学概论的包修女 和教圣经学的伪修女 她们是我在信仰的道路上 不断给我爱的包容和接纳那时候非常不成熟的我 使我从外教人变成每日必须晚早读经 才能入睡的天主教友 在所有参加过的敬仪的活动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在南投仁爱乡取兵部落 一个月的扶船服务 身上的无数瓶神父对原住民部落 全新的无私无我的奉献 真是令我有感动又难以忘怀 对那时候只是新教友的我 对信仰更加坚定 我自1983年毕业后 不断精进自己的英语能力 最长的时间是英语教师 后来1997年 我移民加拿大 一直在天主的带领下 在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工作 一直到现在是一名小学图书馆老师 我热爱我的工作 能和所有相同信仰的校长 老师同事们一起工作 培育更多信仰的种子 是我这一生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